我们曾经说过,神的圣情和恩恋有三方面是可以说的 这个你可以记实它,大家记不记得 神在这方面的圣情 第二,神是会给人,这个是第三 第三,他会用这种圣情的方式做事,做在人身上 他有这个圣情,例如怜悯,他有怜悯的心,然后他会怜悯人 第三,他会将这种质素赐给人,将这种圣情能力和恩恋赐给人 例如怜悯的恩恋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人会有这种神的同在,以至祈祷很多人都有怜悯的心 他说的信息会令人有怜悯的心 当你这样记得,就容易记得了 神有这方面的圣情 祂叫我们做的,祂都会做 即是神这方面的圣情,祂的作为 作为其实是恩恋来的 然后呢,神就会将这个圣情 赐给人的这种能力 或者这种动力 其实很多的可以简称能力 还有就是这种恩高 即是说祂会传递这种恩高 可以传递给人的 我刚刚说了就是 这几点,我现在应用在不同方面 其中一件事,可能你少听到的 神的美感 神的美感圣经有说的 神的美感圣经有说的 你所做的何其美 神的所做是何其美 朱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全容祂的手段 借着所做之物就叫人了 即是神是 他借着所做之物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做之物 都要人晓得 这里就讲了神的那种美感 我们用这个美感来想 神的圣情是怎样 这方面 神是 美感就是什么 你就讲了美感就是什么 美善和美感是不同的 我现在讲了創造的美丽 美感 神有美感 有这种艺术 美丽的 有创意 有创意 可以吗 是啊 第一是圣情 圣情是哪方面 她的姓是甚麼? 她的姓是美麗的 她有美麗的意念 她喜歡的東西是美麗 所以愛美不是貪美 人家做個貪字是貪美 神是愛美的 她的環境是很醜怪的 她是很反感的 她做的東西是美麗的 神是愛美的 她會做美麗的事 在人生中也做美麗的事 外在美,神也做內在美 第二 她做在人身上的事 她的聖情不會做在人身上 她做人是美麗的 她做人將美麗的聖情賜給人 第三 她會將這種美感賜給人 她會將這種能力 亦將那種因膏 能力之外 人能夠畫出美麗的畫 或者做一些藝術品 亦有用因膏 那些人可以將這東西傳遞 這三點是比他們更容易思考的 其他人可以再思考的 每一個要點不同 我給大家練習 現在給你一個練習 兩個兩個練習 例如神的預知 神是預知的 在這方面 可能你想聖情會比較困難 不過不要緊 神的預知 給大家想一想 好 想回這個 神的預知 在這方面 和相連的聖情 相連的 OK 大家想到什麼 現在第一 聖情 我們先說到幾樣 聖情這方面 聖情是什麼 愛 愛 愛與預知有什麼關係 愛與預知 你要與預知有關係 可以拉得來 不過你看怎麼可以拉 是可以的 譬如有些人知道我們是壞 他就會踩下 但是耶穌知道 他會否認耶穌三次 他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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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說 是最後一步 差不多最後 不是最後 他首先為祈禱 和定義如何祝福祂 雖然他知道祂會跌倒 他也定義祝福祂 然後他為祈禱 叫祂不至於失去信心 他知道祂衰了 他不是要踩多祂幾腳 是怎樣 幫祂 他要幫祂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神的聖情 也有關 雖然知道 知道我們很多都軟弱 其實一生人 個個基督徒都有些地方 是犯罪失敗 但是他明知 但是神都會依然定義祝福 這個就是祂的聖情有關 好 還有些什麼 大家想到的 我們想到 囚算的計劃 神有個囚算的計劃 在床亞書 四季張九之神 和這個預知有什麼關係 其實神已經 不知有難的 其實很想人知道 其實在古時已經明白了 而知道後來是怎樣 但是 祂愛我們 想我們明白 如果祂愛到 想我們知道的時候 祂說 所囚算的計劃 其實都會做 都會立定的 而神呢 又將那個聖情 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跟著做的時候 祂就會成就 OK 祂會成就那樣東西 祂有這個能力去成就 和這個相關的 就是祂的能力 祂的能力去成就 還有呢 都是會是 成就美好的事 剛才說有關 祂的能力去成就美好的事 顯出祂是真神 OK 這個都是跟作為 都跟作為有關 就是祂 祂又會做一些工作 去幫我們 去祝福我們 OK 祂賜給人什麼呢 祂賜給人自己有謀略 以至可能在成就 他那件事 跟著他做的時候 就幫老人 傳遞了他的心 祂賜給人謀略 去處理將來發生的事 還有呢 祂賜給人自己有的 祂賜給人自己有的事 祂想賜給 對 他傳遞給人這個先知性的能力 其實呢 這幾點呢 你回家操練 經常去想 神在這方面的聖情 神在這方面的作為 因為祂有這個聖情 祂會做這個作為 然後呢 神就將 這方面的聖情 能力 和恩高賜給人 這幾方面的想法 就幫你容易思考 你重量去想想想 而且想的時候 不是想到就算了 而是將它進心 就是說 神的預知 是給人的感覺是舒服的 對不對 雖然祂預知 我們有做得不好 但是祂呢 就會有奇妙的計劃 去祝福人的 去幫人的 去提升人的 而神的目的是 希望我們個個被提升 雖然祂知道 有些人都是軟弱 但是呢 他真的有些人 到最後是緊緊得救 但是其實神在祂身上 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不過祂不聽話 祂最後是緊緊得救 不是神 令到祂緊得救 是神知道祂 但是神都保持祂 如果不是神保持祂 如果祂老祂已經保持了 就是 就是神那種的恩典 當你用恩典的角度去想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神每一件事都非常美好 神輝